再來看到花蓮的觀光景點 當然也湧入了爆量人潮 很多人都要體驗沙灘車 或者是溯溪等水象活動 在市區的東大門夜市 也再度被遊客擠爆了 攤商說上個月 因為太魯閣號事件 業績都要跌到谷底 幸好這個禮拜人潮回流 恢復了好久不見的榮景 一步一步跟著教練手腳並用 沿著溪谷慢慢攀爬 過程中還和好朋友 打起水仗 勞動節連假 民眾把握好天氣 到花蓮旅遊挑戰自我 也能欣賞大自然美景 超開心的 沙灘車還滿刺激的 在海邊體驗沙灘車 花蓮各觀光盛地 人潮再次恢復從前榮景 因為上個月台鐵太魯閣意外事件 大大影響民眾出遊意願 當事件發生的那幾週 取消的報名的團很多 陸陸續續有回溫的狀況 除了超航水商活動 市區也再度熱鬧起來 遊客戴起口罩逛東大門夜市 一掃太魯閣事件應應 勞動節連假 人潮都回來了 差不多都要等 但最少也要超過20分多 突然4月2號的太魯閣事件 大家取消很多住房 所以頓時間遊客也不進來 那一週最慘 人潮大概掉了三四成左右 人潮也明顯回升了 像我們店家的備料 今天大概比平日都多了兩倍左右 買氣回溫 攤商也鬆了口氣 但近期眼前還有疫情難題 就盼盡快度過 降低對觀光衝擊 這曾經也歡迎報導